因為大雨 蘭嶼地區有路面 幾乎成了小瀑布 民政手牽手走過了团結路面 就怕一不小心跌倒 會被衝走 有男子砍刀 有水管橫在路面上 奮力地抬起來 搬到路邊 一早全台各地就下起了氣氛大雨 在台南的新化 有民眾排到 閃電凌空劈下 跨破了整個天空 而高雄湖內區的餘溫旁邊 更出現了雷擊 閃電凌下 打中了電桿 瞬間火花四射 碰的一聲相當驚人 雷擊也導致湖內區 有三百三十六戶停電受影響 芳若鄉線到一五九甲線 因為落石攤坊 造成道路中斷 駕駛開著小山貓不斷地清理路面上 各種大大小小的碎石 將一台十八線 也有路段發生了吐石攤坊 一度只能夠單線通車 在高雄的子關 則是出現了淹水災情 一輛自小客車歪歪斜斜地泡在水裡 新一路一向 有民眾徒步行走 因為水太深 走得心驚膽跳 台南新市則是有鳳凰木 陸樹倒塌壓回了兩輛自小客車 而台北的科技大學 校園內一棵大樹倒塌 壓到了一名路過的學生 幸好竟受到輕傷 而氣象局表示這場大雨還會持續 那未來一週的話基本上天氣都是處在一個封面比較接近或是在影響的狀態 周三周四 雖然雨是暫時減緩 周五開始封面再影響台灣 直到下週降雨才會減少 這段時間民眾出門前最好都要注意天氣狀況隨身攜帶雨具 三零新聞 趙和報導